中國經濟面臨通縮危機 恐懸惡性循環 黨媒號召下鄉惹火 似不清年日益增加 知名博主賺乾淨世界 解決網絡平臺最大問題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北約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峰會 7月11日 北約發表一份措辭強硬的公報 其中15次點名中國 稱中共通過其雄心勃勃的政策和強制手段 挑戰了北約的利益 安全和價值觀 北約成員國元首們在公報中表示 中共國採用廣泛的政治 經濟和軍事工具 來擴大其全球影響力和投射力量 同時對其戰略意圖和軍事建設保持不透明 公報還說 北京尋求控制關鍵性的技術 基礎設施 戰略物資及供應鏈 不僅借其經濟槓桿製造戰略依賴 還惡意地以混合式及網路行動 咄咄逼人的言論和假訊息 來針對北約盟國 損害聯盟的安全 北約把日本 澳大利亞 韓國 紐西蘭四國 視為亞太地區的夥伴國家 邀請四國參加了這次峰會 中共竭力反對北約公報 其駐歐洲使團11日發表聲明說 北約公報中涉及中共的內容 罔顧事實 蓄意抹黑 並且反對北約涉足印太地區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峰會上對記者表示 雖然北約沒有把中共定為對手 但中共越來越多的脅迫行為挑戰了國際秩序 他說中共越來越多的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例如拒絕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威脅臺灣 並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集結 中共外交部部長秦剛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了兩個多星期 引發外界關注 7月11日 中共外交部表示秦剛因健康原因 將缺席本週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峰會 57歲的秦剛因為咄咄逼人的發言風格 好用鬥狠的言詞 時常成為國際笑柄 他去年12月才接任外交部長 根據中共外交部網站的消息 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6月25日 會見了斯里蘭卡 俄羅斯和越南的官員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沒有透露秦剛的具體病情 只說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 將代替秦剛出席東盟峰會 中共一直對高層官員的身體狀況惠莫如深 很少承認官員身體不適 這次破例披露秦剛存在健康問題 導致外界傳言四起 有媒體猜測他在中共激烈的內鬥當中落敗 可能失寵下台 也有媒體放風說他感染中共病毒 已經確診 還有媒體說他是富洋 而且病情嚴重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鑒於中共歷來謊話連篇 外交部說秦剛因健康原因 不參加東盟外長會 是否是為了掩蓋更大的問題 目前尚不得知 但這些傳言很快會得到驗證 如果秦剛這週仍未露面 那麼重病可能性就非常高 一旦其露面之後 後續是否與外國官員會面 與誰會面都會成為其是否失事的風向標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中共當局最新公布的6月份消費與生產指數雙雙下跌 PPI不僅跌幅比市場預期大 還創下7年來最大的跌幅 專家指出中國經濟正在面臨巨大的通縮危機 中國經濟復蘇不如預期 房市低迷 出口疲軟 內需持續放緩 7月10號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比去年同期下跌5.4% 超出5月份下跌的4.6% 創下2015年12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也是PPI連續第9個月下跌 6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則與去年同期持平 與5月份相比下滑0.2% CPI同比增速繼續低於市場預期 並創下2021年3月以來的新低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 許多經濟學家都擔心 如果商品價格普遍下降 可能會進一步削弱中國國內本已脆弱的信心 使經濟陷入需求疲軟和價格下跌的惡性循環中 通常是所有的東西都水漲船高 通過緊縮是物價不斷的下跌 你的薪水會下降 你的房地產會收水 甚至你想賣房子賣不掉 你的租金周轉也會有困難 大家都習慣通過膨脹的這樣的一個運行 但是如果到通過緊縮的時候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指出 中國經濟目前正面臨重大的通縮壓力 通縮是一個經濟現象的表象 真正讓中產階級的財富縮水是它的內應 但內應是由於經濟情況的不樂觀 或是說我們叫做經濟衰退 或甚至是一個螺旋式的下降導致的 正常來說 一個經濟體出現通縮 是比通脹更加難以治理 更加難以擺脫 麥格里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也警告說 若通縮持續 勢必拖累中國經濟進一步驅軟 四月以來 中國經濟復蘇在多個層面上停滯 青年失業率在5月份飆升至20%以上 製造業活動在6月份連續第三個月萎縮 對西方國家的出口也表現疲軟 此外 儘管中共放寬調控政策以刺激購房需求 但房地產 這個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 如今仍然呈現衰退狀態 目前為止 中共高層沒有推出大規模刺激計劃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6月間調降了幾個關鍵的政策利率 但許多專家都認為 由於經濟前景暗淡 這些措施在提振需求上收效甚微 臺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則表示 中國經濟未來面對的挑戰非常大 如果中共戰狼外交繼續在國際間威脅別的國家 中國經濟會更加吃力 經濟低迷 青年失業率不斷攀升之際 中共黨媒近日發文 號召年輕人能吃苦 到農村發光發熱 不料卻點燃了輿論的怒火 與此同時 被迫躺平的四部青年人群 有日益增長的趨勢 學者認為 中國青年失業難題 預計會不斷加劇並且持續 處理不當 將引發更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7月10日 《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特稿 樹立正確的就業觀 在一大堆黨八股陳詞濫調中 文章提出了客觀看待個人條件和社會需求 能吃苦肯奮鬥等關鍵語 要求年輕人在鄉村振興 社會服務 衛國樹邊等各領域中 爭當排頭兵和生力軍 文章舉例 三支一福計畫下 大學生 新農人把現代農業知識和技能帶到農村 既助力端勞中國飯碗 又拓展了自身職業賽道 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發揮光和熱 在基層磨砺中獲得精神財富 文章發表後 立即引爆了網絡輿論怒火 在一則相關視頻報導下 更有近10萬網友留言吐槽和斥責 有人反問 煙草 電網 海關 石油這些工作崗位很苦 國家也很需要 能讓我去嗎?有網友建議 誰倡議誰先去 還有人諷刺年輕人再不負重前行 他們就沒法歲月竟好了 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表示 黨媒這篇特稿是文革語言的翻版 數據顯示 五月份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攀升至20.8% 再創新高 不管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有經驗的職場人士 都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 李元華認為 除了經濟困境帶來的就業難 中共當年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惡果也在顯現 等於也沒有學到真材實學 所以這個就業來講 大環境又這麼難 所以這些人真的是不知道這麼好 中國經濟學家宏觀經濟論壇聯合創始人劉元春指出 青年失業難題可能會持續10年 短期內還會不斷加劇 如果處理不當 將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甚至成為政治問題的導火索 事實上 因為房價高期 就業困難等原因 今年3月起 網路上就開始流行四部青年這個新詞 也就是不談戀愛 不結婚 不買樓和不生孩子 而這個四部青年有日益增長的趨勢 近日網路流傳一份共青團廣州市委 對當地青年發展狀況的調查文件顯示15501份有效問卷中 符合四部特徵的大學生 在職青年有1215份 占比近8% 文件呼籲通過多方努力把青年人的四部現象轉化為四藥 但網路上很多人嘲諷 與其喊四藥口號不如弄清楚青年躺平的原因 然後對症下藥 前大陸媒體調查記者趙藍健認為 中國的年輕人並非不想找對象買房結婚生子 在權貴和官員世襲化下 他們根本無法靠自身努力改變人生 青年躺平不只是趨勢 更是一種深不可測的趨勢 而且才剛剛開始 在各種殘酷打壓治理之下 躺平是思想懵懂的覺醒 是生物本能條件反射式的抗爭 官方數據顯示 中國近年結婚人數呈現明顯下滑趨勢 2022年結婚人數驟降至683.3萬對 比2021年減少80萬 也打破了自公布統計以來37年的新低 知名博主算乾淨世界 解決網絡平台最大問題 乾淨世界網絡平台推出短短一年 因為獨特的理念已經吸引了大量的粉絲和用戶 YouTube知名博主 時政評論頻道主持人公子審 也是其中一位 一起來看她的體驗 公子審是YouTube時事評論員 她的時事評論節目《公子時評》分析時事 抨擊中共 在海外華人中很受歡迎 如今她也成了乾淨世界社群的一員 在乾淨世界不僅開設了同名頻道 還希望將來用乾淨世界的頻道取代YouTube的頻道 乾淨世界是去年7月上線的中英文多餘種影視綜合平台 在營運一年的時間裡 平台頁面瀏覽量快速增長 今年4月份已增長至3000萬次 每月用戶增長率達160% 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和內容平臺之一 公子審認為 乾淨世界的出現解決了現在網絡平臺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話語權的問題 有幾家少數的公司 他們所控制的這幾家網絡平臺 是幾乎可以說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用的 那這樣的話 就是他們這些幾少數的科技公司 壟斷了所有的話語平臺和信息傳播的平臺 這個是讓我很擔憂的一個問題 而且他們可以通過算法來操縱 操縱人們想看什麼 能看什麼 所以我看到乾淨世界他們這個平臺出現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事情 就是能夠對這些壟斷平臺做一個挑戰 能夠給大家提供一些新的平臺 新的選擇 根據乾淨世界平臺的介紹 他們的使命是創建一個適合家庭的健康的數字城市廣場 讓所有年齡層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分享知識 想法 觀點和娛樂 不必擔心內容被審查屏蔽 任何人都可以將內容分享在乾淨世界平臺 這個乾淨平臺它是尊重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所有人想表達什麼都可以在表達 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場都可以去表達 我覺得這是給所有的觀眾一個很好的一個渠道 去了解所有的信息和所有的這個立場跟理念 就是說至少它現在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勢力 所以它可以挑戰現有的這些大的平臺 然後呢 對這些平臺可以說做一種制衡 公子沈說 乾淨世界對用戶隱私的保護非常重視 而且公司又與中共沒有任何牽連 這讓它非常放心 因為從我個人角度來講吧 因為我做的一些內容是有爭議性的 有政治傾向性的 那這種情況下呢 可能會受到一些這個像中國這樣的獨台政權的打擊 而且之前也出現過在全球各地的中國的海外110 他們聯合當地的一些同鄉會華人的統戰組織 去監控海外的異議人士 所以說對於我們這些表達言論自由 表達自己個人政治立場的這樣的節目的話 那平臺的一次保護就是格外的重要了 乾淨世界宗旨是通過無暴力、無色情、無犯罪、無毒品或危害的健康內容 讓人們能夠重新接觸傳統和善良的價值觀 很明顯他們是有一個比較有正能量價值的這樣的一個平臺 就是會把一些他覺得對社會不好影響的內容 就是說有一個篩選 那這樣這個乾淨世界的這個平臺 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這些內容 那就可以讓老少皆疑吧 我覺得會更加輕鬆更加放心的去上 公子審表示 乾淨世界過濾暴力、色情等有害內容 是一種價值取捨 與政治審查是兩回事 政治審查是利用公權力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 而乾淨世界平臺是在保障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尤其是乾淨的內容特別適合青少年 這也會讓家長更加放心 不用擔心孩子不小心看到不好的內容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19歲的新疆女大學生卡米萊·瓦伊提 因在微信上發布白紙運動視頻 去年底被中共抓捕 今年3月被以宣揚極端主義罪判刑三年 目前正在喀什牧師女子監獄服刑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在瓦伊提判刑的同一天 還有其他4名學生被判刑 他們的身份信息尚無法確認 河南、安徽、五家孫鎮銀行去年爆雷 7月10號儲戶到鄭州追討存款 遭警察鎮壓、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 儲戶們稱之為710流血事件 今年7月10號 近百名儲戶到安徽銀保監討要說法 結果再次遭到暴力鎮壓 還有儲戶被抓走 江蘇知名維權人士虛秦被超期羈押在揚州看守所 7月11號她與代理律師在看守所會見 虛秦告訴律師她就被超期羈押 已經多次向看守所及住所檢察官提出抗議 她的丈夫此前給她存的錢她都有收到 她感謝丈夫和外面朋友對她的支持 山西臨墳基督教金燈堂教會教徒王曉光、楊麗榮等12人 2021年8月被控詐騙罪被抓 如今已經關押近兩年 7月12號 維權網披露案件進展 說目前已有6人獲取保候審 另外6人仍然揭押在看守所 案件今年8月21號將在臨墳市窑渡區法院開庭審理 大陸官媒日前報導 即將開展新一輪的國企改革行動 不過專家認為發展國企只是走過去以債養債 就GDP的老路 對於提振當前中國經濟消費者信心不足 難以起到實質的作用 《中國證券報》報導 中國新一輪國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即將拉開序幕 報導稱包括中國鐵建、南方電網等央企都在積極部署 聲稱要打造新時代國企 重慶市政府也召開會議 審議通過國企改革提效增能行動方案 廣州國資委則出臺文件 支持國企進行所謂的科技創新 遼寧省則推動生疏企業重組 把14家整合成10家 學者認為北京當局大張旗鼓地 把國企革新包裝成新的話題 主要方向仍是國進民退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開始 新一輪的國企改革深化的行動 它主要的目的有幾個 第一個 現在目前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所謂的國進民退 那可是他們也發現說國企長期來講 有承轄很重的問題 所以它必須要藉著國企的這個改革 該將中國的生產力提升 布士頓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邱萬鈞認為 當局新一輪的國企改革也在釋放一個信號 即央行準備給銀行放水 讓銀行有足夠資金對國企進行融資 金融資金額大概含有成長的兩位數 可是銀器幾乎它的成長是零 相對來講金融業應該還是會配合人行的政策 將這個放款放給國企 邱萬鈞認為中共過去通過國企搞基建 以債養債的方式或許可以拉動GDP 但對實際經濟提振效果博大 照商銀行發布的國企改革研究報告則提到 在所謂的中國特色估值體系背景下 各地推動國企上市的訴求將更為迫切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認為 這次國企改革的特點在於國企的重組與上市 合併之後就有新的題材 新的一個賣點 就最主要是進行一個上市融資 像那些不太瞭解市場的那些散戶 以高價把它的股票賣出去 中共國家發改委主任鄭山傑 八天內兩度與民營企業家召開座談會 表示要聽取民企的真實想法 為民營企業營造環境 中國財政學者劉上希近期提到 疫情造成疤痕效應 對企業資產負債表損傷較大 連帶影響個體工商戶 小微企業和一般民眾 他建議要給民營企業吃長效定心丸 不能泛泛而談 之後就急劇下降 那現在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這個數字是維持在比較多一端的一個區間 邱萬鈞認為 中共長期忽視基礎民生建設 並且缺乏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是造成企業與消費者信心不足的原因 由於對社會失望 最近聲稱不戀愛、不結婚 不買樓、不生育的四部青年成為中國網絡流行語 有大陸青年以5個部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請看他的聲明 河北的高網說 不戀愛、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小人框 不入共產黨 坐等邪惡政權滅亡 雲南省宜良縣的劉天芬說 讀小學時被老師忽悠加入哨間隊 這些年過去看了邪黨多年幹的壞事和真相材料 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黑社會壞事做盡 還每天歌頌自己偉光證 真是恬不知恥 因此我聲明退出中共少先隊 好的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